早上起来要做什么啊? 摔牙,洗脸,怎么样呗? 还有要听? 圣经好好听! 大家好,欢迎收听圣经好好听 今天我们要一起读 《猎王记下》第18章开始咯 以色列王以拉的儿子 和希雅第三年 由大王雅哈斯的儿子西加登基 他登基的时候年25岁 在耶路撒冷座王29年 他母亲名叫雅比 是莎加利亚的女儿 希西加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正的事 效法他主大为一切所行的 他废去秋台 毁坏住下 砍下木偶 打碎摩西所造的铜蛇 因为到那时 以色列人 人向铜蛇烧香 西西加叫铜蛇为铜块 西西加依靠耶和华 以色列的神 在他前后的尤大列王中 没有一个其他的 因为他专靠耶和华总不离开 谨守耶和华所奔赴摩西的诫命 耶和华与他同在 他无论往何处去竟都很同 他被判不肯侍奉亚述王 西西加攻击非力士人直到加萨 并加萨的侍静 从六望楼到坚固城 西西加王第四年 就是以色列王 以拉的儿子 和西亚 第七年 亚述王沙曼以色上来 围困沙玛利亚 过了三年就攻取了城 西西加第六年 以色列王 和西亚第九年 沙玛利亚被攻取了 亚述王将以色列人 如到亚述 把他们安置在哈拉 与哥山的哈勃河边 毕迷迪亚人的诚意 都因他们不听从耶和华 他们神的话 违背他的约 就是耶和华仆人摩西奋户他们 所当守的 西西加王十四年 亚述王西拿基利 上来攻击 凡你发我的 我必承担 于是亚述王 把犹大王西西加 银子三百哈连的 金子三十哈连的 西西加就把 耶和华店里和王公府库里 所有的银子都给了他 那时由大王西西加 将耶和华店门上的金子 和他自己抱在柱上的金子 都刮下来 给了亚述王 亚述王 亚述王从拉吉差遣 他儿和 拉伯沙利 和拉伯沙基 帅领大君王耶路撒冷 到西西加王那里去 他们上到耶路撒冷 就站在哨池的水沟房 在漂布地的大路上 他们呼叫王的时候 就有西洛家的儿子 家宅以利亚迹 并书记 瑟伯纳和亚萨的儿子 使关于约亚出来见他们 拉伯沙基说 你们去告诉西西加说 亚述大王如此说 你所依靠的 有什么可占赖的呢 你说有打仗的禁谋和能力 我判不过是虚化 你到底依靠谁 才背叛我呢 看哪 你所依靠的埃及是 那压山的为杖 人若靠这杖 就必刺透他的手 拉伯王发了 像一切依靠他的人也是这样 你们若对我说 我们依靠耶和华我们的神 西西加起不是将神的秋坛和祭坛废去 却对犹大和耶路撒冷的人说 你们当在耶路撒冷这坛前进拜吗 现在你把档头给我主亚述王 我给你二千匹马 看你这一面 骑马的人够不够 若不然 可能打败我组成 埔中最小的军长呢 你竟依靠埃及的战车马兵吗 现在我上来攻击毁灭这地 其没有耶和华的意思吗 耶和华吩咐我说 你上去攻击毁灭这地吧 希勒家的儿子以利亚进看色伯纳 并约亚对拉伯沙基说 求你用亚兰言语和仆人说话 因为我们懂得 不要用犹大言语和我们说话 达到城上百姓的耳中 拉伯沙基说 主差前我来 岂是单对你和你的主说这些话吗 不也是对这些做在城上 要与你们一同吃自己粪 喝自己尿的人说吗 于是拉伯沙基站着用油大言语大声喊着说 你们当听亚树大王的话 王如此说 你们不要被希勒家欺哄了 因他不能救你们脱离我的手 也不要听希勒家 也不要听希勒家 使你们依靠耶和华 说耶和华必要拯救我们 这城必不交在亚树王的手中 不要听希勒家 不要听希勒家的话 因亚树王如此说 你们要与我和好 出来头讲 我个人就可以吃自己葡萄树 和五花果树的果子 喝自己精力的水 等我来临你们到一个地方 与你们本地一样 就是有五谷和新酒之地 有粮食和葡萄园之地 有橄榄树和蜂蜜之地 好使你们存活不至于此 希勒家劝导你们说 耶和华必拯救我们 你们不要听他的话 列国的神 有哪一个 就他本国托里亚是王的手呢 哈马亚尔巴的神在哪里呢 西法瓦因基拿伊瓦的神在哪里呢 他们成就上玛利亚托里我的手吗 这些国的神 有谁成就自己的国脱里我的手呢 难道耶和华能救耶路撒冷脱里我的手吗 白天静默不言 并不回答一句 因为王曾吩咐说 不要回答他 当下希勒家的儿子家宅 以利亚静和书记 瑟伯纳 并亚撒的儿子 是 关 冤 亚 都撕裂衣服 来到西西家那里 将拉伯沙基的话 告诉了他 今天读经的时间就到这里结束了 下次还要跟我们一起读经哦 拜拜